一名琴师,一台古琴,一名听友 琴师用古琴在听友面前大弹了一曲 这曲有高山有大海有蓝天有白云 这曲澎湃汹涌排山倒海 这曲淋漓尽致行云流水 渐渐的这曲也慢慢地收回了琴中 这时琴师问了问听友 这曲子如何 琴友回复道 能不能告诉我这首曲的意义 于是琴师又开始把曲子从头到尾地弹了一遍 琴师在弹完曲的第二遍之后 面对着他的琴友这样说道 这就是这首曲的意义 在禅学里 只要是用言或语词汇来解释 那就一定会有偏差的 那是因为 我们是需要直接对问题本身的 探讨与领悟 才能得到最完美的答案 照片在发挥上的 也是一样 不要急着去说明一张照片 因为看者是需要自己看破玄机 自己去了解和领悟 照片里的意义 除了新闻报道的实际照片外 其他就不需要多解释了 解释的过头 会画舌天足 越描越黑 解释的太少 会毫无内涵抑郁肤浅 摄影师的艺术应该有如琴师那般 把曲子用心去诠释 用意识去刻画 哪怕是现在倒行不够 还需要多加进步 还需要更加用心地学习 但在用心地拍摄和创作下 有创意 有艺术性和内涵的好照片 将会是源源不绝的 欣赏照片的朋友们 自己也应该把悟性和觉性的能力给提高 我们不要去听人家给我们的太多解析 自己应该从画作或相片中寻找信息 理解其中的寓意 这才是观赏者能够得到的最大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